彭宇言直詢。寻達時間為15分鐘 院長早 我們張院長以及行政各部會的先進 大家早 院長!請請張院長還有張部長 張院長 張部長 委員長 又碰面了 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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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廊這個液化前市區的公布 本來就應該是預計之中 就是會造成很大的一個震撼 我想不管是從晚報 晚報還是今天的幾個日報 再下一張 日報也是這樣說 再下一個報紙 幾乎每一個報紙 我再下一張 每一個報紙都頭版頭條 來報導這樣的事情 然後造成這樣的一個 大概人心的一定的震動 我想一個震動 沒有一個政策是100分 有利有弊 這當然在未來絕對是有利的 這是提前緊張不一定不好 尤其是當下一次的災害來臨的時候 可能大家就說 帶就說了 帶就要做了 可能那個時候就會懷念 但這個時候呢 人心惶惶 院長你是工程專家 一個是從工程方面 你怎麼樣來向社會來呼籲 所以就不用煩惱 不要恐慌的部分 不需要過度恐慌 那在財政方面 我們政府是怎麼樣的財政 我知道你有處理一定的程度 這兩個部分呢 是不是前院長大力的向社會做一個說明和宣示 謝謝委員給我這個機會 我想先從財政來講 其實不管是老屋見減或是土壤異化 從今年開始我們大概匡列各20億 換句話總計大概40億 從行政院要給地方政府的 特別統籌分配款裡面去雲資 那那個未來每一年 也預估至少要維持這個額度 至於是由地方政府編譽 還是行政院統籌這個可以再談 所以財政部分六年大概我們的確是像媒體所說 準備240億 這個當然也很需要新政府的繼續支持 那從安定人心方面來講 我想老實說我們也很清楚說 做這個公布公開的這個前視圖 是一個不討好的動作 但是長期來講 我覺得這是政府帶領社會面對現實 長期抗戰一個必要的一個起始點 那所以我們有很多配套 那也很謝謝我們外面很多專業團體 媒體一直在講說不必太著急 不必太這個人心惶惶 我們接觸了一些地方政府 這八個地方政府 其實每一個地方政府幾乎都已經準備 或是已經開始在做第二階段的動作 像台南市就已經找成大 那新北那個雙北也都有這個繼續的動作 所以其實地方政府的動作 也是見局理性相當快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希望盡量讓院長 因為我認為你是工程專家 如果你能夠親自來呼籲 然後呼籲這些 因為我們社會有這些支援 有各種的技師 有各個大學中心 都可以來協助地方政府 沒錯 盡速的來檢測出品 就像我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就說 身體的健康檢查 screening 完了之後就是去深度檢查 深度檢查完了之後 該吃藥的該手術的去處理完 就不需要太過過度擔心 就不會嚴重來的這些發明 下一次的災害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工程之外 這個就是統籌分配款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上一次我在經濟的議題的質詢的時候 那今天張部長在這裡 統籌分配款現在大概有兩千多億 一般的 那特別統籌款大概是一百多億 一年一百多億吧 部長 這個特別統籌分配款 我們行政院可以靈活調度的 大概有兩百億左右 兩百億左右 我剛我的這個數字看是一百四十五億 沒有關係 大概還可以從各地方雲置過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本來就是用在地方政府 如果拿來這個地方 它平常是災害的使用 那如果拿來這個地方使用 當然就排擠到其他的建設事項 所以我個人還是認為說 在這個擴大內需的這個角度 從擴大內需的角度 這個個人是提出特別條例 希望內市的制宏預算 不斷的 也是不是太大 一年一百億五是很多 不會排擠本來的預算 又可以擴大內需 我想這個部分 是給院長和部長來參考 再下一張 那這個部分就是 剛剛院長某種程度就講 地方政府有的已經在做了 因為出品和降品不是主要的目的 是後面的補強 讓它災害來臨的時候 不會倒塌 不會有生命財產的損失 而且那個損失都比預防勝於治療 這個角度 不斷的強調預防勝於治療 這個概念 再下一張 這個我不斷的在 因為我認為內需一定需要做 不然的話這個整個經濟非常的糟糕 再下一張 這個就是以過去的數據 來加強這樣的一個論點 我講中央銀行 彭總裁在這裡 也不斷的很多次的呼籲 怎麼樣的 不管是公司債的發行 還是擴大內需的部分 那這部分就1985年到將近2000年的時候 我們經濟成長率是7.47平均 其中的內需的貢獻 不管是政府的投資 不管是民間消費 佔了7.35 所以說內需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在2000年到現在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是4% 4.04 然後內需就1.76 就這個部分 所以院長你是不是可以同意 內需的部分還是繼續要來加強 對 從這個角度來講是 謝謝 那再來就下一張 這個張部長在這裡 部長這個部分我想 加稅 幾乎是每一個國家政府 還是首長 還是民選的首長 最不喜歡做的事情 除非很少的例外 那任意繳稅的也有 也有 大家還是認為是用責任的 義務的也是有 但是每一次加稅的時候 還是會受到一些的抱怨 但這中間 部長我相信你感受很深 這中間的這個 能暖 我想自知 但是就是說 追求的是整個國家的 長期的 這個點贓制度的完備 所以 三次我們再講 土地 房地合一稅做完之後 你有答應說要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 部長還記得嗎 記得 那因為這個本來在委員會大家都同意的事情 後來是來到這個院會層級 我相信是行政院這邊又擋下來 所以為什麼我把這個拿回來 這個院長的質詢 來說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後來當時也說 兩岸駐稅協定 簽了之後 這個就可以進行了 那麼這個現在進度怎麼樣 報告委員 兩岸駐稅協議立法院還沒審 送進來了 那所得稅法43條之3之4 行政院已經決議繼續推動 加強跟各界溝通 那我們目前正在檢視相關條文 很快的就會報到行政院去 部長 我希望 在你離開的時候 不要留下這樣的缺憾 因為這個已經拖很久的事情 如果說以這個時候還在檢視 說實在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是 這個時候應該是很多行動了 過去的溝通 溝通很久了 對不對 你的準備作業已經兩年了 有 我們很快就會報到行政院 好不好 這件事很快是多快 我看就這一兩個禮拜就來報好了 一個兩個禮拜 是 盡量在一個禮拜 那院長你了解這件事情嗎 我們會支持 因為在四年來 四年前我們剛開始推這個證所稅 這個風暴 然後房地合一稅 我想院長你都在內閣 我三次有請教你在內閣多久 也是 就這個事情 這樣比較合理的 和你交換這個意見 所以我認為這個 在外面有三千億的事情 如果說10%就好 我們以遺產稅10% 整個社會普遍認為 10%的遺產稅 遺政稅算是合理的 不是大家都把錢匯進來 所以如果以這樣來看 如果即使是10% 也有三百億 所以這兩個部分 我認為是值得朝野一起來做 那部長如果答應在一兩個禮拜 就兩個禮拜 兩個不要超過兩個禮拜 如果一個禮拜是更好 那院會這邊可以盡速處理 就盡速送進來 那向院長多溝通一下 我想這一個事情 是一個重大的財政收入 謝謝 再下一張 那個部長 在上個禮拜的委員會 這是老議題對不對 那 這個 部裡面 是有就兩百萬以下 稅款 是零的 都全部零的 那個部已經有回復本席 這次謝謝 我們部裡面的同仁 那就這個部份 373億 這個院長為什麼拿到這邊來說明 我們以台南的震災來講 台南的災害這一次 這個賴清德市長 和我們大家各界 包括我們張院長 大家都一起同心協力 社會的愛心也很夠 在那個過年期間 大家花費很大的時候 很多馬上善款就進來 很快就累積到34億多 那那個後來是賴市長說 超過35億他們就退還給捐款人 我想就是說 因為中央也有相關的統籌款 下去協助嘛 所以這個愛心呢 台灣一直都是不缺的 但是如果以這個 這個所謂的結稅好不好 這個捐給基金會 捐給政府的只有17億 17.7億 但是捐給基金會社團法人的 373億 而捐給這一次災害 35億好不好 也不到這個十分之一 所以基金會是一個結稅 所以很大的 從其他的私立學校2.7億 這個有的地方看起來不一定是準確啦 當然那一年不是選舉年 所以給政黨的就9千萬 給候選人就1千萬 這個一般來講不應該是這樣 所以他那不是常態的一個狀態 但是不管怎麼樣 從基金會這個部分是很大一個數目之 所以部長我為什麼認為說 這個值得檢討 而這個檢討 而且你認為說 還有包括在教育部的 在環保署的 在經濟部的各方面 我認為整個院應該就這個全面檢討 所以院長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知道 這個結稅合法是合法 但是外國的慈善家 巴菲特啦 這個 這個都是預留這個遺言 說將來我如果是 這個百年之後會要捐出50% 有人捐出90% 類似這種東西要不斷的呼籲 這樣不會太多遺產的部分 大家真的 有時候是造成社會 也是很負面的一個看法 那部長這一件你要不要再補充一下 是 我想捐給基金 當然我們現在有限制 就是有所多總額的一定的比例 不像捐給政府是百分之百 那即使是這樣 捐的當然這也是租稅 一個結稅的一個管道 委員講的完全沒有錯 重點就是說 各部會主管這個基金 有沒有捐款 有沒有用到它基金成立的目的用途 這個才是比較重要 所以那個管理比較重要 對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整個社會 這個值得在院的層級 透過院會向各個部會 轉達這樣的一個檢討 因為這個社會會認為 很多的結稅 是真的是為了個人而結稅的 所謂的家庭開銷都透過基金會 再處理 車輛用基金會來處理 房子用基金會來處理 就失去了一個意義嘛 你吃吃沒那麼多 開來開沒那麼多 大不大那麼多 對不對 他還是 已經夠用還用基金會 然後轉帳給這些事情 這個部分就是 過度的結稅 不合理的結稅 不合理的結稅 合理的結稅 如果說你拿出來做公益 本來成立的目的 是要從事各種基金會的事情嘛 對不對 我想這一點啊 部長你非常了解我的意思 我認為在你這麼有經驗的一個人 在公職一天就好修行嘛 正在公益好修行 怎麼樣把這些 未盡事項 當時我們在委員會 認為需要透過課部會的 就拿到這個 院的這個質詢來 希望院長能夠協調其他部會 一起全面檢討基金會 是不是過度濫用 這個問題 結稅過度濫用的問題 好不好 謝謝 好再下一張 這個我想也就是給院長做個參考 還有部長 這個是 49年有關不當黨產 不當黨產在昨天 當然是有委員會 那社會還繼續在爭議 但是我就是要提醒社會 這個其實是 自由中國在49年 民國49年 這麼早以前就發出這個良心之怒吼 這是用社論 當時是不要命的 但是不要投不要命的 這樣的一個呼籲 國庫不是國民黨的師囊 這件事情是 為什麼自由中國 在整個台灣民主歷史上 有它很重要的 歷史的傳承 重要的這樣的一個 先驅者的一個角色 我們也是再度表達肯定了 在今天我們在檢視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回顧這個整個 幾十年前的 這些良心的 學者專家 還有這個可以說是民主運動的人士 下一張 我想這個就都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福聯會這件事情 福聯會這件事情我想那天 因為這個是數目都很大 我們剛剛講的 台南正在就35億 民間捐款35億就不得了了 這個繞軍捐也是一種捐款 但如果有多餘的 有過度的 勿用的濫用的還是剩餘的 應該交還給國家 好不好 再下一張 內需 是我不斷的強調的 好幾次強調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說 有關整個的房屋稅的問題 有標準不一樣 部長你知道嗎 是 你知道嗎 各縣市的支持 這個是不是中央能夠 做一定的處理 好不好 有的從建築執照日 有的用使用執照日 這個我想造成一國兩制 不好 再下一張 整個內需另外一個 除了房地產之外 就是觀光旅館 我們發展觀光是台灣的優勢 這個美麗之島 全世界肯定 而且交通又這麼的 在亞洲的中心 這個觀光旅館的房屋的單價 也一個國家有三種標準 台北市有中央空調 要加5% 電幅梯 追墓游泳池都加5% 高雄市少一點 台中市取消所有的這些數目 我想這個也值得 中央部會在協調各個縣市的時候 做一個 除了 除了 好 謝謝李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報告院會財政